穷和尚和富和尚 中国西部有一个四川省 四川省的高山上住着两个和尚 一个又胖又富 另一个又瘦又穷 有一天穷和尚问富和尚 我想去南海拜佛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富和尚听了说 很久以来我就一直想去南海拜佛 可是从四川省到南海 要经过千山万水 我要找人替我造一条船 再买好一路上吃得用的东西 那可需要很多钱啊 因为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准备好 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去 你打算怎么去呢 富和尚回答 我想只要带一只碗 一根木棒就够了 富和尚听了说 这么远的路 只带一只碗和一根木棒 怎么行呢 我看你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 第二天 求我上告别了富和尚 带着一只碗和一根木棒 就出发了 他一路上翻山越岭 日夜不停地往前走 饿了就向人家化言 累了就在破庙里休息 他相信只要这样 不断地走下去 就一定可以到达南海 一年以后 穷和尚经过千辛万苦 终于达到了南海 又过了一年 穷和尚从南海回到了四川 富和尚却还没有准备好去南海呢 穷和尚去拜访富和尚 说我们不能一起去拜佛 实在很可惜 我送你一本 我从南海带回来的佛经 请你收下 富和尚非常惭愧地说 我现在才明白 什么叫做 有志者事定成啊